我相信没有人不会喜欢冬天的佛罗里达 除了那里的温度适宜 气候温润和环境干净整洁 还有始终透彻的湛蓝天空 绿植和鲜花覆盖的角角落落 更有喜气温暖的阳光普照 即便下雨也是稍纵济湿 好似太阳烧 我去洗把脸回来笑得更灿烂 我爱上佛罗里达 不仅仅因为那宜人的气候和环境 更主要的它是我的爱人 生生和成长的互相 在迈阿密 奥兰多和劳根大尔宝都留下过他的精气 很早就去重复讲述了多小人物的课程 今天没有幸运的故事 可证实 你看 在视频里 下了飞机坐上汽车的我 已经迫不及待的观望四周 在飞翅的高速公墓上 我想让所有头脑中 曾经纯粗的记忆 尽收眼底 接待我们的司机说 你也来自大城市 这里的车水马龙 与你们那里的有什么不同 言外之意 你咋像刘姥姥 镜大观园似的 啥也没见过一样 熟不知 我来自北方的大都市 每到冬天 要么灰色一片 要么银庄宿国 哪里有这么多的绿色和花蚁 你听 车上的麦兜 简直停不下来 他的喜悦心情 还有 听着车上大人 孩子欢快地聊天和对话 我内心感到无比的亲切 那是205 205 我认识 我想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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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ROOSKRIS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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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ever going to move because I know 视频里出现的独立屋 是先生那周小时候秘密和成长的场所 虽然物主混了又混 但从围墙缝隙看进去 除了多了两棵树木 泳池依然没变 似乎可以想象当年调皮的哥俩 在水里嬉戏玩耍的情景 为了尊重当前的屋主 我们没有拍下更多的视频 在这间房间 很漂亮 穿过几条步行机后 再见曾经他的小学 麦德尔感叹 要不是四周的围墙 我仿佛又回到那熟悉的校园 原来他的小学也几乎没有变化 一下子把他拉回几十年前 自由奔跑的操场 由于安全因素 现在的学校都不允许外人进入参观 所以我们等了十几分钟 等一批孩子们下课路过通道去操场 让麦德尔在孩子的欢闹声中再次重温 儿时的快乐时光 从学校出来 我们又去了他喜欢的 但并不熟悉的高尔夫球场 还去日常的超市 做了食品价格的比较 这会再做一个视频 然后上船度过几天海上的日子 离开佛罗里达最后的两天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专门去了儿童的乐园 迪士尼世界公园 有这个梦幻快乐 友善和温暖的小小世界在佛罗里达 让我更加热爱这片土地 没准老了 会回到这片亲切和温暖的土地 安度余生